我自己发不上力啊 或者是我这个球打过去的质量 没有我想象中的高 今天教大家一下 进台怎么去发力 进台如何发力 一般来说我们在进台的时候 这个球过来速度会比较快 但是大家呢会有一个误区 使出错误 我发力我一定得拉大手 我那胳膊得先拉开 在进台我们就不拉手 因为进台这个球过来速度太快 你一拉手球 球顶你 球一顶你就发不上力 你这球轮到哪儿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远台咱们离球台特别远的地方 我跟这个球距离很充足的时候 我拉开手我去发力可以 在进台一定要把手放在身前 我们靠身体的力量 去把这个球顶住回球 进台发力呢 主要是靠转身和你的收小臂 这两个相互去配合 给大家看一看 球速越快的时候 我越不能拉手 你看我没有向后转身 我的手还在身前 一定要在这儿拦住这个球 这球过来速度很快 我一转身 你看 球顶我我会漏球的 我漏球我也会 根本就对不上这个球了 用身体 你看我用身体稍微一转 然后一收小臂 完了 没关系 我们有慢放 要简单快速的去发力 因为球过来太快了 你不快点打它 你就发不上力了 同样这种情况 如果说我想退后一点 我往后站一点 我就可以转开 因为我有位置 我有距离 我来得及 我可以在这儿 转开去发力 但是我如果在这个位置 站得离球台很近 我就只能快速的去发力 不是你发不上力 是你在发力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去 用这个我发力的这个动作 你用的不对 你始终就发不上力 总结一下 站进台手放身前 主要是靠转身 靠身体的力量 下课